和支持者握手接受祝賀 台北市立委補選 開票後一個多小時 國民黨的王鴻威就現身 來迎台北市黨部自行宣布当選 就算投票率不高 王鴻威在開票後不久 就一路領先 擊敗綠營對手 吳怡農和無黨籍的蕭賀琳 順利接棒台北市長蔣萬安 留下的立委遺缺 不只成功轉換跑道 將從市議會進軍立法院 也為國民黨手下寶貴的這一席立委 從今天開始 就是王輝壓力的第一天的開始 第一件事情 我還是要看緊納稅人的荷包 把我們中山區和北松山 再走一遍 幫我們的黎明來解決問題 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也彷彿把這場補選 當作自己再選 投票前一個星期 就有三天為王鴻威輔選 七號更率領超過四十名的黨公職 幫王鴻威站臺敗票 並拋出可能訪問美國的規劃 被解讀可能打算清爭二零二四大選 黨內面臨了這個侯友宜強力的這個挑戰 對二零二四仍然抱有一定的期待的朱立倫來講 他必須要有戰功 馬王之爭那樣子的那樣子的爛戲 對國民黨來講他不能夠再上演 如果再上演那樣子的 類似那樣子的鬧劇的話 那基本上對國民黨來講就會很慘 九合一大選延長賽 藍營再下一城 不只讓朱立倫持續累積在國民黨內的政治資本 也讓二零二四的藍營共主 究竟是誰更受關注